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在外面做盆菜 很強調有些要加門線桿 加很多都很貴的 加很多錢的 但是門線桿 其實真正的價錢不是很貴 大約約200多元一斤 因為乾了 現在這樣的樣子 這條門線也是兩斤 你想想如果新鮮它多重 現在新鮮門線到造節 都十分兩 差不多百六斤 所以賣200多元一斤 根本就是不值錢的東西 每個人都說到 就像門線桿 是真希食材 其實我們以前做盆菜 正式的客家盆菜 門線桿是用來打汁的 不是用來吃的 我們通常的湯底 是怎麼形成的 湯底的味道 原本是怎麼做呢 用門線桿 用大頭菜或者梅菜 大頭菜有一點腥腥的 梅菜的味道 梅菜和門線桿 煮了一盆湯 然後煮蘿蔔 煮豬肉 我們的門線是炸門線 五香門線 門線要肉 頭、骨頭、門線頭 門線就是這樣的樣子 如新鮮的時候 是這樣的樣子 這裏就是湯底的材料 先放下 鰍魚 鰍魚 然後鰍魚 命中 鰍魚 熾 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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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鮑魚菇 我用它來代替冬菇 因為冬菇我覺得比較難消化 一來不是蛇有機會吃 不是這麼特別 這個鮑魚菇做出來 當它好像包片一樣 有時刻鮑魚是h 再給我們什麼? 次煮熟 變焦了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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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我可以打擾一下 放在擦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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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如何選擇芋頭才美麗? 最重要是芋頭中間多些啡色的紋 芋頭是粉的 白酥酥的芋頭,通常叫腎芋頭 中間沒有啡色的絲,那些才不美麗 當然要重手,泡芋頭就沒那麼好 要聚手 要切開左才知道 所以日常我推介那些 朋友買芋頭 可能不要整個 即使整個買回來,都叫它開開來看看 那就安全了,比買回來後 發覺不能再翻手 你買了就可以叫它切開 立即看看,不可以就立即一半 蘿蔔也是 都是一整批的 蘿蔔當然是一整批 但蘿蔔要重手就好 即是有個花心蘿蔔,有個芋頭那些 對,即是那些泡芋頭就不可以了 買蘿蔔,如果少量 我還是要在中間斬開兩邊 看看就知道 就要一整批 先把芋頭切成 給芋頭切成 放入鑡腿 放入鑡腿 将鑡腿放入鑡腿 多一点 3分钟 mejor 切成鑡腿 全部切成鑡腿 切成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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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很新鮮要做一份 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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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 拌制 就要做一个 煮羹 搅拌 煮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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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把豬皮煮在煲萝卜的汤底 加入豆瓣醬, 蠔油, 還有豉油 加一加味, 煮滾 慢慢做在餐裡, 慢慢蒸 死滴了, 必死不見 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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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滾, 滾, 滾 滾 滾, 滾, 滾 滾,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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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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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